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很高興再一次,和我們來分享上第一位 今天我們要來看《提摩台前書》第2章 從早開始,我們已經來讀《保羅》以下提摩台的配信 《提摩台前書》、《後書》以及《提德書》 讓人稱作是《九幕》的配信 是《保羅》以下兩位年輕的當天提摩台和《提德》的配信 《落榮》是在《九幕》、《關於《九幕》沒用的事情》 根據學者的研究,保羅寫這些配信的時 已經來到他死命的最晚的時間 後來他回來到《六幕》、再一次入獄 不然多久以後,他就順著 在這個期間裡,保羅他通過我們每次的報道路行 在每個地方建立《九幕》 這個《九幕》已經在每個三次在發展 保羅以下在每個《九幕》裡面 選擇的《九幕》來帶領《九幕》 所以保羅以下特別通過這些《九幕》的配信 對《九幕》的專業來組織 行政要怎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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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照顧丁丁丁 做一面子的資格 在幫助這些年輕的《九幕》 氣候所面對的困難和調整 《提摩台前書》第二天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九幕》 第一天到第七天是關於基督的教導 第八天到十五天是關於《九幕》的《九幕》的教導 第一天有一點我們注意 第一天在我們文裡面有一個書叫做《書意》 但是在我們的學校本身經裡面沒有翻譯出來 這個書在表現這個《九幕》和前面的《九幕》是有關的 前面的第一天有說是介護教書 他們徵望教他們的《九幕》和統憑室中的《九幕》 所以在這一段在裡面便能夠說 實際是對這些徵望教 courses rabbisc 所做的一個提醒 提醒在天爬上陷 教會 就为正人来祈祷 你不是只顾自己的事情 第二次就为了这些接政 将冠的人来祈祷 让你的通教上帝的心意来抵立 让真正正人的祝福 这对当时是政府 很严重别的教会来说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是保罗他说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是因为我们已经结婚在那里 为了求上我们来奔赏 亿生自己的亿素基督 在后半段主要在教得 在公开的组绘里面那种的敌事 这段我们在讨厌时的感觉 我们很想对流行 有特别的要求和汉座 和我们走去 多多想法会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保罗他这段位 和当时社会的关系 或者说文化是有关系的 当时的犹太和非力文化 都主张 做人的太太的应该就要 绝对来顺服他的重乎 因为这样 保罗他就提倡 已经很多基督徒这些富人人 虽然在信用里面 他们已经在这种自由 但是也要过路的社会的看法 不可以让外人 对教会优秀五次 因为教会来做行社 社会的敌事的混乱 不然对这个福音的团用 会做行造来 对保罗他在其他所在的教堂 以及我们经历的文化环境来理解 南生和路生应该是平定的 而且也应该要学习 共同来生重 帮我们的教会和每一位兄弟姊妹 都可以因为领受上帝的月 真祝他所欢喜和思考的 而是 在教会订阅 此下 工人 工人 感谢观看